今日股市由老凤翔特别呈现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 由老凤翔冠名播出的今日股市 我是李琴 在上海问候各位 昨天指数是缩量休整 今天是继续震荡上行 既没有出现这种放量连涨 放量低空 也没有出现一个像样的回调 整个这个市场是比较良性的 缓慢的 不断的去上去创出一个新高 今天在盘中 其实也是一度突破了2900点 咱们来看一下 上证今天的收盘点位 是2895点 但是在盘中 最高也是摸到了2903点 在成交量方面 今天只是比昨天略微的 放了一点点量 但是护士单边 还是没有达到3000亿的成交额 那么从指数的角度来看 其实还是比较健康的 缓步放量温和上行 但是从时间窗口的角度来讲 前面的最低点是2646点 反弹到今天是正好33个交易日 我们一般说就是比如说34天 是不是一个时间窗口 指数会不会选择一个相反的方向呢 这是我们要去考虑或说担忧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创业版这边 其实它的时间周期和主板是不同的 因为从创业版如果底部反弹到现在 是不到33天的 我们来看一下创业版的表现情况 创业版是0.87%的涨幅 成交量也是一个温和的状态 继续创新高 已经站在了2100点整数关口的上方 1330亿的成交额 是不是还能进一步的上行 但是呢 今天的大家的感觉就是 虽然指数走得很稳 然后呢 这个市场也是比较健康 但是板块之间的轮动节奏很快 前两天是科技 到了今天又是消费了 昨天是农业 今天就是家电 所以你知道要涨 但是你不知道涨什么 这个节奏我们该如何把握呢 在微信平台上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有两个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或指今天是上摸了2900点 下周能不能继续向上拓展空间 A 能 指数是继续向上挑战缺口 所以可以逢低加仓 B 不能 反弹时间也已经33天了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要不就是逢高减仓 要么就是控制仓位 等待像样的调整之后 再加仓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 就是有关于做多品种的问题了 板块是轮动走墙 下周谁最有戏 A 是科技股 包含有芯片 消费电子 行动员车 B 新机界 包含5G 数据中心 云计算 C 就是大消费了 酿酒 家电 医药 D 大金融 今天券商也异动过 券商 银行 保险 E 老基建 建材 地产 工程机械 F其他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调查 看看大家觉得 下周市场是不是还能涨 以及如果可以做多 更多的应该把仓位 放到哪些品种当中去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 分别是吕松杰和孙冲 欢迎二位 稍后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观点 好 简单看一下今天市场 全线是红盘暴收 涨幅其实都非常平均 中小创的涨幅是一模一样的 0.87% 上证50是0.65的涨幅 成交量 较昨天是略有放量 6875亿的成交额 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活跃度 70只个股涨停 只有4只个股跌停 但涨停的加数其实并不多 我们来看一下 ST个股方面是 26只个股跌停 8只个股涨停 最后我们看一下赚钱效应 其实今天的赚钱效应挺高的 有79% 但是涨停的加数并不是很多 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 以及指数上怎么研判 我们来听听二位嘉宾的观点 李松杰觉得下周市场是 是不是能够进一步的拓展空间 我选择的是A 我觉得上证指数 应该还是一个震荡上行 那有可能可以去挑战一下 上方的这几个缺口吧 那我觉得用一句话概括 现在的这个行情 应该就是流动性宽松 叠加风险偏好的提升 之前来做节目的时候 打过一个比方 就是说现在的 当时的那个行情 是一根弹簧上面压两块石头 这根弹簧的一个弹力 就是由这个流动性的政策 来决定的 流动性政策边际放宽 那这个弹簧的弹性 就会比较强 那它开始收紧的话 这个弹簧的弹性 就开始减弱 上面压的两块石头 当时压的一块 是这个外围市场的一个波动 第二个的话 就是对于基本面的 这样的一个盈利的不确定性 比如说像盈利的 这样的一个下滑的一个预期 所以到了这一周的话 其实我们会明显看到 随着上周这种一季报 年报 还有一些经济数据的 一些披露之后 现在市场基本上 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 数据的真空期 那么前期业绩下滑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因素 也就开始逐渐的减弱 所以从板块的 这些方面来看的话 在五一节假期之前的话 市场很多的话 都是属于这种防御性的一些品种 比如说像有些农业股 那么它是以他们为主导 来做一个表现 然后到这周开始 这三天大家一看 回来一看 数据已经发完了 然后活跃度马上就可以起来 你像包括像一些科技类的 这种弹性比较好的一些品种 然后包括你像券商 其实也是有异动 所以就大家能看到 一个整个的一个情绪上 是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们会觉得 在后面的这个行情的话 只要流动性的这个政策 没有出现边界的一个收紧 那可能这个市场 就是会维持着一个震荡上行的 一个走势 那只不过是这里会 可能在下周还会有一点 震荡的一个过程 主要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我今天带来一张图 是北乡资金的 和这个两融余额的一个变化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从前面这个地点起来之后 北乡资金和融资盘的 这样的一个增加的话 都是有一定程度的一个回暖 但是实际上跟前面的 整体的融资余额和北乡资金的 这样的一个流入的情况相比的话 还没有办法跟当时来相抗衡 所以换句话说 这几天这种融资盘 以及北乡资金的流入 如果想跟之前做一个 很充分的换手的话 好像难度有点大 你指的之前是跟什么时候比呢 就前面那一波上涨的时候 二月份吗 对 那整体的看到这个流入的规模 跟当时来比的话 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它换手上 可能会需要一点时间 第二个的话 是我们最近几天会看到 像国债期货 会出现连续的几天的 这样的一个回落 那么国债期货的 这样的一个回落的话 其实也是从另外的一个角度 说明大家对于流动性这一块 可能是短时间是出现了 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分歧 所以下周的话 可能大家还是有一个消化和 整理的这样的一个需要 所以下周的话 可能还中间还会有一次震荡 这个分歧是怎么去理解 就是国债期货已经下跌了 然后大家这个分歧在哪里呢 国债期货的价格的下跌的话 那其实背后隐含的 就是你利率水平的一个上升 那么之前的话 大家肯定是看到 像中期借贷便利连续的 这种中枢的一个下行 所以大家建立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今年可能 整个的一个流动性 是比较宽松的 那么我们其实看到之前的话 其实也是有几次出现过 类似的一个情况 就是国债期货开始下行 但是随后的话 就开始恢复一个上行 那我们其实对比过一次 它前面在国债期货下行之后的话 其实市场都会有 一定程度的一个调整 所以我们觉得 那可能大家可能 是不是临近5月中下旬的时候 大家是不是可能会 对于货币政策 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 这样的一个分歧的存在 所以下周可能是要消化一下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 比如说MLF 看LPR的这种利率的情况 是吧 就是它的变化 对 所以就是其实在5月份 比较关键的是 就是货币政策的一个边际变化 这个边际变化 不一定说 我一下马上要收得很紧 就是说它是比 现在的这个情况 略有收紧的话 大家会觉得 就是边际上 有一定的改变 因为4月份我们看到 是MLF 包括LPR的利率 其实都是有下行的 所以就看 是不是能够继续下行 还是说是保持一个 平稳的状态 还是说 可能要收缩了 收紧了 所以你觉得会影响 这种市场的情绪 就是说按照 对 因为现在按照 现在的一个政策的 一个导向的话 它应该 大家也都应该很知道 它不会说是 马上就是大水漫灌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它肯定是中间 会有节奏上的一个控制 所以主要是要看 这个节奏控制的点 是在什么时候 那这个是要在下周 就去观察吗 还是说要到 应该是5月下旬吗 5月 一般5月中旬 会看到数据出来 那从国债机会表现来讲 应该是 有一些资金的话 可能是比较敏感 所以要看一下 下周的这样的一个走势 好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观察市场的 就是还能不能继续上行的 一个关键点 就是一个细节 但是目前是不改变 市场这种上行的趋势 这是个节奏的问题 那么空间上的 你的判断是什么呢 我觉得上证指数的话 应该还是 就是在货币政策 没有收紧的前提下的话 这应该是震荡上行 可以看到 至少上方的第一个缺口 2950附近 2950附近 现在大家都把这个 反弹的空间先看到那 但是确实不会特别快 因为这个成交量摆在这 孙冲呢 孙冲之前来 其实是 真的是积极看多行的 而且是什么都看好 现在确实 就是真的是 也是什么都涨 只不过大家的轮动 节奏有点快 所以这就导致了 其实指数最终 没有呈现出 是那种 比如说放量大洋 然后逼空市的上行 但是是不是还能够 进一步的拓展空间呢 肯定可以 那么我们之前 其实在这个三月 这个下旬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 就已经翻多了 那么三月份 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了 其实是一个 探明低点的一个过程 那么四月份呢 其实是一个 盘底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觉得 到了五月份 其实已经很好理解了 这个趋势已经 很明显的已经形成了 也就是说五月份 可能是一个大踏步 向前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对五月的行情 我们是充满期待的 那么充满期待 本身也就意味着 其实机会会很多 特别是结构性的机会 会非常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就像李廷刚刚说的 很多板块会上当 对 的确很多板块都会上当 因为我们给出的一个组合 其实之前就是 以科技为龙头 然后两亿呢 一个是消费 一个是基建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三大板块里面 其实都有机会 如果再分散开来的话 蕴含的子行业 其实就更多了 那么只不过就目前来看的话 因为本身 它的这个初始的阶段 因为大家都是 一个是情绪上面 还没有 有很多 完全转过来 那么还有市场 有一定的犹豫在里边 那么第二呢 资金的这个流露 因为北向资金 像聪明前 已经是早早的就流露了 已经目前来看的话 已经流露了一个多月 包括今天 也是仍然是 持续了一个流露 那么但是通常来说的话 我觉得就是内资 或者是说个人投资者 那么通常都是 滞后于北向资金的 那么也许就是说 市场上还要出现 一个放量上涨的一个突破 比如说像下周 如果有可能突破年限的话 那么就是2942那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会不会激发市场的 一个人气量放出来 那么对于这个行情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处境 但是会不会有担心 就是你看 缩量这样涨 对吧 然后大家觉得说 指数不要涨太快 就是板块 这样的轮动节奏 有点快把握不住 但是觉得反弹能延续 万一你说的放个量 去摸个年限 会不会就到头了 放个量 摸个年限 一定后面前提跟着 就是能够站稳年限 对 那么就是说 能够一个 一个持续的一个放量 那么然后同时呢 年限又能站稳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给厂外的一个资金 更多的一个 或者说心理上的暗示 或者说信心上的一个支撑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行情后续 就会看得更高 其实回过头来 大家一看 四月份虽然走得跌跌撞撞 犹犹豫豫豫 但是其实市场的涨幅 还是不少的 而且出了相当多的一些 这个比较好的一个 这个个股的一个机会 我之前也说过了 这个Tankt告亚 虽然说龙头也换得比较频繁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相关的一个板块 基本上这个都由所表现 那么龙头品种呢 也都有一倍 甚至是两倍的一个涨幅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在细分看的话 其实像基建里面的 那么很多这个 之前的水泥 其实也都已经表现得 已经比较充分了 所以我们在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其实整个行情 已经是有条不紊的 已经开始展开了 或者说我们不知不觉 已经是在行情之中了 那么可能还是需要一个 放量大阳线 来宣告这个事情的 一个这个正式启动 就现在确实之前 四月份大家还比较纠结 比较犹豫 因为你每天还要看看 美股的表现 对吧 看看美股跌了还是涨了 会不会二次探底 这是之前要担心的问题 但是你后来你会发现 节目里面 其实我们也很少去谈 美股的市场的表现情况了 就除非有一些 比如说意外的一些利空 是不是会影响我们 但也不过就是我们的 无意回来的开盘 低开了一下 然后现在涨成这样 但是是不是还能够再加速 孙冲是觉得 要有根放量的阳线 给出一个态度 对 加速其实还有一个理由 就是除了李松杰刚刚说的 这个流动性的问题 流动性的问题 比较好 那么政策上面都比较给力 那么另外一点 其实全球的这个 都是在这个转好的一个过程 特别是欧洲 那么这个基本上 很多都已经看到拐点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认为这个全球 或者说至暗时刻已经过去 那么这个大家开始 都是开始进入一个缓慢的 复工复产 复苏的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经济的话 应该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支撑 好 空间上你看的是年限位置 其实在2950附近吧 是吧 是下一周 就下周先看这 只要站稳年限就行 好 这是对于主板这边的判断 就是现在这个市场 确实大家的情绪 是在不断的 怎么讲 就是积聚做多的过程之中 所以你看每天 其实还不是说涨的 就是特别的 特别特别的轻松 因为你涨上去 还是有人卖的 不然你也不会看到 像今天有一些个股 都是有上瘾线的 就还是有这样的一些 谨慎的情绪在的 我们再来看看创业版 创业版是 这几个指数当中 肯定是现在来看 是最强的 对吧 但是呢 它也已经逼近 前面那个缺口了 是不是在下一周 就可以继续 把那个缺口补掉 还是说它要回踩一下 五天线 你看它现在已经 其实偏离五天线 有一定的距离 虽然在上移 但是是不是需要 先修整回踩一下 再找 李宗杰怎么看 我觉得创业版上行的 这个节奏应该跟主板 是差不多保持一致的 那就是说主板开始 如果能稳住 慢慢往上推升的话 那创业版这边 其实我们也能看得到 在风天起来之后的话 大家对于创业版这边的 这个关注度会更高 而且创业版当中 按照现在的成分股 应该有很大一部分 还应该算是 属于医药类的这些品种 然后那医药的话 当中有一些 比如说像疫苗类的 那它今年有很多的 有一些上市公司 它会有比较重磅的 疫苗的一个投产 所以它股价本身表现的 就会比较的坚挺 所以我觉得可能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那么可能也会带动 创业版当中 其他的有一些 比如细分的一些科技类的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细分的行业 那么可能也都会有 这样的一个活跃的一个机会 所以创业版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 有可能是可以先补上面的缺口 那可能过程上来讲 跟主板是一样 可能都是一个震荡 慢慢往上走的一个过程 这个时候 我其实觉得市场 不能走得太快 太快的话 容易让市场情绪 集中的一个爆发 那么可能反而是 让买力突然的 这样释放之后 就没有后续的 这样的一个买盘 就指数温和推升 实际是最好的一种走势 只不过指数温和推升 也就意味着 不会有某一个热点 它特别的强势 就是板块之间的 孙冲觉得创业版 下周是不是要先回踩一下 五天线这样 会不会有像样的调整 我觉得前面走势 都已经很健康了 在这里是不需要回踩 那么所以还是 稳步推升来得更加稳妥 而且某种程度上 现在流动性 比较给力的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创业版的弹性 肯定是更高的 所以创业版有可能是 率先会向上补缺口 甚至是我觉得 这一轮行情的话 有可能是会创新高 你说创业版指数是吗 对 创业版指数 可能会去创新高 对 好 指数我们先讨论到这儿 其实现在这个问题就是 在指数上 大家没有什么分歧的 就是在方向都是一致的 对吧 方向就是向上的 关于这个节奏的问题 其实你也很难讲 万一这个场外的资金觉得 咱们这个行情来了 今天券商都打了 是吧 你突然间进场了 它自然也就会快一点 但是不管慢和快 这个方向是向上的 无非大家就是精选品种 然后找买点 那我们今天就花多一点时间 把这些品种 好好给大家详细的梳理了一下 大家都觉得 那指数要涨 对吧 就市场还挺好的 挺健康的 要反弹 但是问题是 你怎么能够又赚指数 又赚钱 这一周的板块的轮动节奏 还是很快的 你看我们在这个选项上 都给大家列出了 这么多品种 不是说我们随便列的 是他们都表现过 芯片 消费电子 新能源 5G数据中心 等等等等的 是都表现过 所以你看市场到今天为止 还不到7000亿的成交额 然后如果你每个品种 都有表现 那你应该怎么去配比 你的持仓的问题 我们一个个来说吧 听听你们几位 科技 基建 消费 金融 老基建 你们先挑你们最看好的 那个品种 给我们详细说一说 吕松杰先来吧 我先挑一个 这个消费类的吧 消费啊 消费类的 那我觉得这个里头 其实细分的 尤其像家电的这个领域的话 其实后面看点还是挺多的 家电的话 在前面 今年前四个月 基本上走势分化 而且一个很大的特点是 小家电走的 要明显要比这个白电 或者是黑电走的 要强的太多 因为看整个股价的涨幅的话 那小家电的话 基本上股价都是 20%以上的涨幅 但是你像这种传统的一些 家电的一些巨头 基本上股价都是 处于下跌的这个趋势 那我们看了一下 当中的一个原因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那就比如说 疫情期间的话 很多人 大家都在家里面 而且在家 经常你要去做饭 然后经常要去 还有一些消毒的这种需求 其实这两块 加到一起的话 我们看到很多 电商平台上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像电热饭壳 它整个两个月的时间 销量同理增长 百分之一千多 那么这样是整体的 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上涨的一个幅度 所以我们觉得 那像家电的这一块 尤其是小家电 那么它在疫情期间 一个是有了新的需求 第二块的话 你包括像之前的 很多的网红的带货的话 那也是给它带动了 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增速 比如说像有一些 像三明治机啊这种 那有一个网红价带货 那当天同理的销量 就能上升也是一千多 所以这是很大的 有一大部分的一个因素 而对于你像这种 传统的家电的话 之前那么你像 尤其是白电 冰箱电 空调 那等等这种的话 它又对于送货 或者是对于安装 它有非常强的 这样的一个需求 那么前面一季度的时候 大家基本上 这块的需求 都是被抑制住的 所以到了后面 开始随着国内的这种 复工复产 开始逐渐推进之后的话 那么可能对于一些 白电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可能会慢慢的复苏出来 所以后面的话 可能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像这种空调 像这种冰箱洗衣机 像这些大件的品种 它股价可能会有一个 修复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逻辑会不会一样 就是比如说我们看 现在家电 其实今天表现很好 这个板块 今天涨了3.72% 为什么今天这个板块 涨得这么好 其实里面涨得好的 都是小家电 对吧 新宝 然后包括小熊 这些你看新宝 本周已经涨了12%了 小家电 然后小熊也是 包括九阳 其实这种都是小家电 小家电 那为什么涨小家电 是因为大家觉得说 因为在当时在疫情期间 然后包括现在 就是可能你购买更多的 会是小家电 现在的逻辑是说 这个买比如说冰箱 然后买洗衣机 这个是因为消费的刺激 导致他们已旧换先 所有这个逻辑 还是说只是一个 补涨的逻辑而已 我觉得不是 因为你像 不是补涨的逻辑 不是补涨的逻辑 因为最主要的一个是 疫情期间压制的这种 尤其像白电的这种 就是没有人送货 没有人来安装 大家考虑到这个因素 他就不会去买这些东西 但是小家电不一样 到19年的时候 其实小家电的 在线的销售的比重 已经达到80%左右 所以它基本上都是靠 电商的这种渠道 去往外面去销货 所以我们会看到 像很多小家电 在今年的一季度的时候 它的营收 其实都是属于 逆时在增长 这个其实是 它股价上涨的 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那么对于小家电的话 在后面 尤其是五月份往后 大家开始复工以后的话 那它可能股价这一块 可能是要有一个 消化的一个过程 就是大家会觉得 我已经复工了 那我对于你这种 做饭 在家做饭的这种需求 是不是还能 再像之前那么强 大家是要打一个问号 所以这里可能 是要消化一下 但是复工之后的话 你像包括运送 物流 然后安装的这些服务 可以逐渐的再提供的话 那么你像一些空调 冰箱 这种安装属性 比较强的话 那么大家可能 开始逐渐的有消费 然后当然它的一个股价 可能会逐渐的有修复 好 就是小家电 现在这个位置上 其实也是没有 什么性价比了 感觉 感觉 因为估值确实是 已经到历史比较高的地方 那如果是消费里面 你是看好白电 对吧 其实就家用电器当中 白电的这些标的 其实大家非常好选了 都是一些行业龙头 大消费里面是只看好家电吗 我觉得医药 其实当中也是有细分的领域 可以看的 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 像疫苗的这样的 一个细分领域 那很主要的一个逻辑的话 那就是它有产品 它有重磅的疫苗产品 要上市 那么可能今年投产之后 会带来比较大的一个 业绩的一个增速 然后那你包括像一些原料药 其实这也是一个细分的领域 那么这两个的话 也算是前面一段时间 属于市场当中比较强的 那么因为它整个的 一个基本面的逻辑还在 所以我觉得这个后面的话 应该还是会有机会 但是医药是不是偏中线了 是不是 还是就下一周 我觉得下周应该 它至少应该是强势 还是能维持强势 那如果说它要 那么短时间之内爆发的话 我觉得难度比较大 可能还是一个慢慢往上走 慢慢往上推的 这样的一个节奏 好 这是消费里面 就是家电和医药 但是好像周期 做多品种的时间 周期是有一点点不同的 孙冲来补充一下消费 消费你看好吗 消费我看好 那么但是我们之前 来的节目的时候 我已经说了 我们从这个重点的方向 从以前的必选消费 已经转到了可选消费 那么可选消费 我就看两大块 那么就是基本上 都是有政策扶持的 也就是说后面的这个 一定会有这个 消费刺激政策会出来的 那么之前说过 是汽车 汽车 反复说了是汽车 汽车产业链 那么现在已经有12个省市 都已经出台了 相关的优惠补贴政策 那么我今天想 今天你看这个 家电都有所表现 我可以在这里 大胆地猜测一下 有可能会周末 会不会有这个 家电类的这个 消费的刺激政策会出来 那么我觉得这个 是其实就是 从你消费自己本身 它就有一个 这个就是像绿书聂 刚刚说的 从这个压抑的 压抑的开始逐渐释放 那么同时呢 再加上这个政策的刺激 那么对于它的 这个后续的一个 这个销量的一个复苏 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这两块 是我重点看的 好 那消费 其实你俩看的方向 比较一致 都是偏家电 而且也是跟 比如说 是不是今天有一些 还有一些政策的刺激 然后之前被压抑 比较久的需求 可能在复工复产之后 会不断地释放出来 然后可以补充一点 关于汽车行业 就刚才孙冲可能也提到 汽车的话 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 就是说 它从整个四月份开始 会看到它每一周的汽车销量 其实都是会有一个 逐渐的一个回升的一个过程 然后那之前 它其实压制这个汽车消费 其实跟很多的传统家电 其实逻辑上是一样的 那就是说 大家一停工的话 没有人到店去买 然后呢 今年年初一月份的时候 其实能看到 批发价的 批发端的数据 已经开始有回暖 但是零售端的话 受到疫情的影响 但数据不是特别的好看 然后那从 之前那有一些 这个调研的数据来看的话 那四月份 每周的数据 都会比前一周要好一点 所以那这个其实 也能从侧面来印证 整个汽车的这个 复苏的过程 其实也是在一个推进当中 好 虽然吕宗杰 刚刚在所有的品种当中 选了一个就是消费 但我想问是不是说 因为我们说下周谁最有戏 你是觉得下周 他们是最具有 怎么讲 超额收益的东西吗 超额收益 就是说 它可能弹性 跑赢指数 跑赢指数 对 我觉得可能难度会比较大 它是比较偏稳定性的 对 这个时候就是你要想 跑赢指数的话 你一定得是那种 弹性比指数要大的频率 好 那你接下来说 你觉得有什么东西 是可以在下周 可能会跑赢指数的这种 可能是科技线 还是科技线 但是我其实觉得这个时候 我可能不会把科技 作为首要去选择的品种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从这两天 看到有一些科技股 涨起来之后 尤其是你像 它发了龙虎榜之后 会看到很多的 前期的这种科技龙头 它还是有机构进 也有机构出 那就是说大家对于 整个的一个科技的话 它的调仓 可能还是在进行当中 前面的话 大家也都知道 整个的科技的话 机构配的比例会比较的高 然后你后面的话 有一波回调之后 大家肯定是要做一定的 一个调仓 所以从前面的 这个表现来看的话 机构的调仓 应该还没做完 而且对于你像 这种很多的 这种科技的品种来讲 它其实走 基本面逻辑的话 那基本上都是机构 在主导股价的 一个运行的节奏 那如果说机构 那边还有那么大的分歧 那股价这边的话 可能持续力度 不是特别的大 但是不排除 下周游资 在这种风天起来的情况下 再去助推一把 这个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可能科技的 实际的操作难度会太大 明白 来 再听一听孙冲的吧 下周谁最有戏 有个最字 首先我想说的是 最有弹性的 肯定是科技股 那么如果在这个趋势 上涨趋势 已经确定的情况下 那么首选 你要想获得超合收益 肯定是科技股 那么我这里提一个吧 我就可能是 这个半导体芯片的 还是芯片吗 材料 材料 那么就是 可能是偏光刻胶这一块 这个产业链 那么因为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逻辑也很清晰 那么就是说 我们之前的半导体芯片 无论是封测 制造 那么包括 这个设计这一块 其实很多股票 都已经炒过了 那么现在 为什么是轮到 这个光刻胶呢 那么虽然说 这个产业链里边 是比较小众的 但是由于 它这个难度是最大的 其实难度不亚于 这个就是制造这一块 那么因为 制造这一块 我们不管怎么样 中芯国际 已经追到了 这个7纳米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光刻胶反而突破 是比较困难 而且它的占比 非常的少 也就是说 整个在全球市场上 占不到10% 那么难度大 占比少 然后企业的规模 普遍也偏小 那么也就是说 这样其实 给市场的是什么 想象的空间非常大 那么所以我觉得 有可能会继续延续 那么所以下周的话 如果是延续之前的 这个强势的话 那么下周 它仍然会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表现 所以光刻胶领域的话 像龙头 龙大感光 那么大家也都看到了 像这个 另外提供这个 大尺寸这个硅片的 像户硅产业 包括户硅产业 有一部分 它的持股的是上海新阳 对 然后那么后面的是 就是做这个 有可能会进行赶超的 其实是南大光电 和精锐股份 那么我就提一下 包括把财的是江峰 那么所以像这些公司的话 我觉得未来还有戏 那么想象空间还是很大 好 这是在 其实在芯片这个领域 在芯片这个领域 其实是偏材料端了 就不太是之前的设备 设计 包括之前去年的一些并购 收购 所带来的那些行业的龙头 就现在其实还是 大基金二期的预期 还是在的 只是在科技的这条线 芯片 那还有其他哪些 是你比较看好的 在下周 如果你从中长线布局的话 我觉得因为 大家有些人也不愿意追高 那么我觉得可能迎来一个拐点的话 是一个瑞茨的概念 那么瑞茨这个概念呢 其实就说白了 就是我们这个不动产信托基金 这个发行 那么它其实都是以这个 所建在建项目的这个 未来的现金流作为担保 然后进行发行的 那么之前我们在 跟李廷讨论的时候 也说过 谁来买 那么其实这个都是 长线资金在买 也就是说像社保 保险公司 那么他们进行了买入 也就是说 这个其实是已经 下架基本上都是确定的 而且这些行业 这些项目 也都是确定的 所以如果从这个概念来说的话 对于这个相关公司的话 他们未来 一个是这个周转率 肯定会加大 那么也就是说 相对的利润的这个增后 会比较明确 另外一个 他们以前的这个 因为现在的融资成本 会比较低 那么发行瑞茨的话 一样会成本比较低 那么也就是说 可以对至少 对以前的一些老的债务 进行一个置换 那么也就是说 他们在这个利息成本上面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下调 那么这个也都是利润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列挤了三大板块 那么也就是说 受益于这个 新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放松 那么一个是IDC 也就是数据中心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本周其实部分个股 也有所表现 那么像这个数据港和澳飞数据 那么本周都其实已经表现过 都已经新高了 保信都新高了 对 另外是这个像光环新网 保信软件 还有沙钢股份和科华恒胜 那么沙钢股份呢 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钢铁股了 它运营 它通过收购已经是成为一个欧洲和亚太地区 最大的数据中心的运营商了 所以它其实已经不是钢铁股了 那么建筑其实也很好理解 那么因为这个本身就是对此重点发行的一个品种 那么这一些的列举的股票 基本上就是有项目 有业绩 有估值 那么有性价比 这个是不是时间周期比较长 对 因为我已经从中线的角度来出发了 那么这个中线怎么理解 是多长时间 中线三个月 三个月 对 所以还有就是环保 那么环保是我想重点要说一下的 因为环保通过这次的 我们包括这次的一个特别国债 那么其实里边有一部分的 也是进行一个补短板 那么环保也是里边重要的一块 那么环保我单列出来 我把它也分成了四大分类 那么一个是水处理和一个垃圾分类 还有垃圾发电和微衣库费 就是危险品和医疗费 这些的处理 那么特别是我觉得因为这次疫情的关系 可能是一顾费的话 因为这些上市公司的话 他们已经抢先布局了 那么所以他们可能会成为这个行业的一个领军者 或者说先行者 那么这几个公司需 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长期逻辑 因为你从补短板的角度出发的话 那么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所以我认为像环保 而且环保已经很长时间 或者说是从2015年开始回调了之后 基本上就是没有任何表现过 那么从这个跌幅时间调整 和这个股价的一个跌幅来说的话 我觉得已经非常充分了 现在目前来看的话 是面临一个就是长期的一个行业的拐点 对 就好多人现在看环保虽然不涨 但是觉得说行业拐点应该是已经来了 已经来了 所以至少在拐点的初期 我觉得会有一波 至少先一个估值修复 然后后面才是业绩释放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适合 稳健长期投资者来关注的 对 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 稳健中长期投资者比较适合 因为有可能下周或者说 甚至是五月份 它都没有什么大的表现 那么但是你能够耐得住 其实已经有些品种 我觉得为什么 像垃圾分类这些品种的话 其实上一次上海在实行垃圾分类的时候 已经有一些龙头品种已经有迹象了 像龙马环卫 但是那时候是涨了一波 然后全部回调 然后现在开始你会发现 已经人家又开始创新高了 那么如果从一个还是一个 就是说你必须从一个中长线的一个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市场随着这个怎么讲 就是确实这个市场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充裕的 所以只要有合适的机会 还是会有很多人愿意去做多的 只是有的是在风口它会快一点 有的它不在风口它就会慢一点 但是如果说行业真的出现拐点了 其实咱们就可以用时间去换未来上涨的空间 但是跟你的投资风格也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孙冲一个人说了下周看好的一个方向是芯片当中的材料 如果偏中长线的 是说到了瑞茨有关的 比如IDC也好 环保也好 还是中字投也好 但这些是偏中长线的 但是其实我相信很多投资人还是觉得直输起来了 还是要想看看有哪些东西是有超额收益的 我们稍微回来再来说说其他的那些品种 下周会不会有机会轮动到 持续力会久一点 在我们进入股市微信当中 也正在招募瑞投顾 只要您是有资格认证的投资顾问 都可以在有看头上迷失身手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选股 你势赛必得 得心应手 手到前来 看盘 你举重若轻 轻而易举 举世无双 会无你的点睛之手 燃烧你的投资之魂 最强投顾擂台 已为你升起 不服来战 报名入口 请扫二维码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大家好 今天将会把我们在实战中 经常使用的短线操盘系统 三根均线买卖法送给大家 只要扫描二维码 每位朋友都能领取上手使用 三根均线买卖法通过 5日 13日 21日 三根均线 轻松教会大家 短线股票的买入卖出 及持仓思路 简单易懂 到底能不能帮你抓住低位上涨拉升的股票 你不妨扫描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市场上炒股的指标虽然不少 但是适合自己的短线操盘系统 却少之又少 三根均线买卖法 区别于传统的50 20日均线 参照菲伯拉切数列 对指标进行修正 并通过大量实战案例 视频教学等方式 系统帮助大家 构建自己的短线买卖模型 严格执行 把握机会 现在扫描二维码 立即上手使用吧 由于预期落风 在上周A股连练 中国发布对美加上 股股何必这么累 快上九方志投 学超股上九方志投 九方志投 试着买股票学习平台 靠着一双手 奔向双卓棒 请维本 在家办公 但是我依然拥有 体面的办公地址 在家办公 但是我还能接听 办公室的电话 在家办公 秘书和前台 仍然可以按照我的指示 接听电话 并且转接给我 拥有一间市中心的办公室 以及遍及全球的 办公网点供我使用 在家办公 也可运筹帷幄 全靠我的专属支持团队 市服宏图 虚拟办公室 远程办公方案专家 赶紧拨打 400-689-6855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好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聊一聊金融 大金融 今天其实券商是有异动的 就大家 其实很多投资者 还是喜欢看券商涨 一涨就觉得说 是不是行情要来了 今天券商板块 1.5亿的涨幅 天峰是涨停 中心箭头0.66 然后银行保险 相对就弱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 券商板块的表现情况 今天券商这个板块 是44个涨 对吧 没有下跌的个股 1.9%的涨幅 而且你看也是之前 也没怎么涨过 然后吕松杰觉得 券商下周有没有戏 券商我之前 做过有一个统计 就是它 其实它一般 相对于指数 如果有超额收益的话 一般都是在 指数先见底 反弹一段时间之后 券商的超额收益才出来 那就是说 这个的话 本身就说明 做券商的资金的属性 是属于这种做补涨的 或者是错过前面 一段上涨行情的 这些资金所为 所以它本身 它要去做它的话 可能也都是偏短线的 这样的一个思路 而且券商 从最近一段时间的 表现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属于那种 它给人留下 比较深的印象 就是它只要一动 后面大盘可能 都会有一个冲高回落 而且它本身的话 也是比较容易 留这种上一线 我觉得这次也是吗 还是说这次 是有一份增量资金 觉得没多东西可打了 就位置比较低的 券商我搞一下 所以看成交量来讲的话 我觉得不太像是 增量的来进场 然后如果说 它就是属于这种 其他东西都涨上去了 然后我没得选 然后我选了一个 低位的券商 其实我觉得 这种思路背后的话 它也都是属于 做补涨的这种套路 它可能它持续力度上来讲 可能没有那么强 可能一般都是指数前面 形态走好了 后面到有一些位置 大家进来做一把弹性 那可能不是说要本着说 要把它做很长一段的 这样的一个思路来入手 好 是 之前我们一看到 券商涨觉得带市场情绪 但是现在发现 券商好像一涨 都是一般 现在变成补涨的品种了 就是说券商动的时候 就市场情绪最高的时候 对 但是今天至少 还是有一支个股是涨停的 但是并没有带下来 就别的品种表现不好 这个市场的热点还是有的 但是持续性有待观察 是吗 对 有待观察 好 刘洛东家跟我们来说一说 你还看好的其他品种 觉得大家可以去布局的 我觉得另外的一个的话 可能是像游戏的话 可能也还是可以作为中线布局 那游戏的话 今年它最简单的一个逻辑 就是说它整个的一个现金流 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流入 因为头部公司 在这种版号制度下的话 它肯定是一个持续的受益 所以按照它之前的 这样的一个现金流的 一个改善状况的话 应该后面可以看到的是 比如说像ROE的持续的提升 毛利率的提升 然后净利率的持续的一个向好 而且因为前面我们会看到 有一些头部公司 它的一个现金流的呈现是 它经营性现金流入 然后它会去把前面融资的那些钱 它会去把它偿还掉 所以这个也说明整个的 这个游戏行业的话 可能经营的状况 会在持续的一个向好 所以这也是一个中线的一个逻辑 好 就一个游戏 疫苗 还有什么 还有光伏 是吗 光伏是偏中场线 对 光伏偏中场线 为什么呢 光伏的话主要的看点是三个 一个是海外的需求复苏 因为前面疫情期间 你像很多光伏的主要的需求 主要是来自于海外 然后比如说像欧洲 像美国 当时的话疫情比较严重 可能都会有停工 人员的流动也会有限制 所以当时对于海外的一些需求 都会处于一个停滞状态 包括像这种海外的光伏展会 都是已经是停办 所以它会造成的一个是 新签的订单数量会减少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已经签掉的 订单的一个交付的程度 可能也会拖慢 这是一个海外的 然后现在来看的话 海外可能各个国家都开始 经济开始重启 那么它未来会有一个复苏的预期 第二个的一点是国内的一个强装 按照之前的这样的一个 政策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你还没有并网的 你如果想拿到补贴 19年的那些项目 最晚是要在今年6月30号之前 你要并网 按照统计的话 去年应该还留下来大概有10G瓦的 这样的一个量 还没有装掉 所以可能会在6月底之前 会有一个抢装 然后第三个的话 可能就是对于整个光伏技术 它会有一个革新 现在大家都可能会管它叫做 光伏的第三次的这样的一个升级 第一次升级是多晶硅 然后变成单晶硅 这一次的话 可能就是叫做抑制节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它这个说简单一点的话 就是在像眼镜片上面 镀一层膜一样 就是在硅体上面 在镀一个非晶硅的这样的一个膜 然后可以提高 它的这样整个的一个电池的 一个转换的一个效率 所以之前的话 大家看到这个多晶硅转向单晶硅的时候 那都会有一些龙头的公司会受益 所以大家对于整个的 这一次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改进的话 大家其实关注度也是比较高 所以这也算是一个 怎么讲 就行业在复苏的一个 对 行业在复苏的一个品种 好 说了这么多 就确实现在市场的热点很多 就是各取所需 看你喜欢什么 当然也有题材 现在这个题材 我觉得就只能说是分 怎么讲分两块 因为现在最大的题材 其实就这两天 这个主板市场 其实没有什么题材的 你看种业昨天搞了一天 然后今天是什么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至少还有一些异动 但涨停加数 你看不过就两家 今天整个市场的涨停加数 其实在只有70家 数字货币 今天板块是3.38的涨幅 基本都是上涨的 但是涨停的加数不多 也是之前调整了 然后今天一个放量涨 这是一个题材 还有一个题材是什么的 其实是科创版 我们来看一下科创版 今天的表现 科创版已经连续三天的成交额 是超过200亿的 我们要知道 这三天的时间市场 是没有放量的 互生两次加一起 只有6000多亿的成交额 但是唯一放量的地方 就是在科创版当中 今天是1.16的涨幅 相关品种 大家简单做一个了解 我们先来说一下数字货币 孙冲跟我们来分析一下 因为之前孙冲也跟我们分析过数字货币 就觉得可能催化器比较多 但是持续力度好像是比较差 是不是 怎么去看这个题材 怎么说呢 市场对它还是有疑虑 或者说是反应不是特别充分 那么可能还是需要 后续的一个发酵的一个过程 那么一个发酵的 第一个是来自于情绪 那么就是说等往行情起来了之后 那么其他板块也都做过一波了 那么是不是会有补涨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 政策上面会不会有推手 这个就是有不确定性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 数字货币本身的话 其实虽然是有一些消息层面 上面的放出来 但是我觉得市场可能对这个题材 因为怎么说呢 可能在很多资金 在去年的这个数字货币 这个热潮当中 都已经受过伤了 那么有一点这个 一遭遭遮耀 时间爬井城的这个味道 所以现在在这里很难聚集人气 那么这个板块我觉得 现在目前肯定不是在风口 不是在风口 催化器虽然有 但是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对 是吗 政策有巨大的一个不确定性 所以也不是我们现在 关注的重点了 那么 但是界限性的活跃总是有的 对 把握起来难度是比较大的 好 稍后回来我们来说一说 当下的 接下来的操作的策略 刚刚说的是品种 看看下一周 大家的这个操作的策略 应该如何来把握 应该如何来把握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大家好 今天将会把我们在实战中 经常使用的短线操盘系统 三根均线买卖法送给大家 只要扫描二维码 每位朋友都能领取上手使用 三根均线买卖法通过5日 13日 21日三根均线 轻松教会大家 短线股票的买入卖出 及持仓思路 简单易懂 到底能不能帮你抓住 低位上涨拉升的股票 你不妨扫描二维码 拿到手试一试 市场上炒股的指标虽然不少 但是适合自己的短线操盘系统 却少之又少 三根均线买卖法 区别于传统的 5 10 20日均线 参照菲伯拉切数列 对指标进行修正 并通过大量实战案例 视频教学等方式 系统帮助大家 构建自己的短线买卖模型 严格执行把握机会 现在扫描二维码 立即上手使用吧 由于预期落风 在上周微股连练 中国发布对美加分高 炒股何必这么累 快上九方志投 学炒股上九方志投 九方志投 实战牌股票学习平台 上通生命通道 共助平安环境 鱼润空间设计 空间改造专家 在鱼润 两房变三房 收纳空间轻松翻倍 两房 平面设计 报价 验房全免费 还有家具免费仓储服务 在没有决定装修前 不收一分钱 马上拿起手机 扫描二维码 或拨打64576688 了解更多详情 在鱼润 60平米及以上 半包每平米666元起 60平米以下一房一架 不露相不加价 8000平米展厅 主材随心选 高于市场价 差价5倍返还 想知道装修要花多少钱吗 马上拨打64576688 或扫描二维码 找到答案 施工进度 材料验收 工程质量 微信实时监控 还送第三方监理 隐蔽工程保十年 其他工程保三年 我们就在桂林路418号 地铁九号线直达 不方便来公司 就拨打64576688 或扫描二维码 鱼润为你解决一切装修难题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北上资金逆势大举抄底 重仓增势股曝光 资金瞄准的下个市场风口是什么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博仲投资 为你精心准备的资金重仓抄底特刊 大盘震荡注底 市场拐点可能随时到来 这些资金重点布局的领域是什么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 了解外资资金的最新动向 同样是抄底 机构投资者往往如鱼得水 普通投资者却常常碰壁 如何才能彻底解决这种投资困境 现在就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机构资金抄底特刊 跟上机构思路 提前布局下一个市场风口 投资跟紧主力 踏准节奏很关键 再次提醒 还没有扫码的朋友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 领取我们对外资资金的最新研究成果 跟上主力动向 把握后市机会 老凤翔提醒您 收看今日股市 好 欢迎回来 接下来请出黄伟来听一下 他对于市场的分析 黄伟你好 好的 主持人 我们看到五月份 整个市场仅用了三个交易日 就将2900点拿下 那应该说这个上涨反倒 其实让很多的投资者都没那么兴奋 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投资者 手里面拿着消费 看着科技 而今天又窜出了一个金融 所以说大家觉得有一些茫然 但是我们认为市场 还是有它非常确定性的东西的 那在今天这根阳线的背后 我们认为金融股权重的发力 是被指数通关做好的准备的 今天2900点盘中突破了 第二 科技消费来回轮动 消费和科技是主线 这个大家也认同 第三 科技带着指数走 同样认同 而科技是五月的核心主线 这个可能很多投资者就要打一个小小的问号 这个问号并不是它不客观 而是自己手中拿着消费 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有了 持有消费股 我们该如何操作 因为在四月底 我相信很多的投资者 都把自己手中已经套脑的科技 换成了当时疾风进草上涨般的 这样的一个消费 而现在似乎有一些后悔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 也是做出了一些 针对性的一个解答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已经大幅上涨的 业绩行情已经兑现的 并且业绩一般总是弱于板块的 我们认为现在就是要兑现 或者是调仓 同时对于本身业绩比较好 位置相对比较低 还没有在之前充分上涨的 这样的一些消费型的公司 我们认为现在不要看着科技 现在应该继续的持有或者加仓 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做的 而对于科技我们应该如何解读 那我们来看一下科技的主线如何把握 首先属于政策及产业风口 技术面保持良好趋势 具备重大利好催化消息 尤其下一点非常的重要 包括之前Model 3降价引发 国产化的特斯拉 还有像中芯国际 尼科创板上市的国产芯片 包括瑞斯试点开启的5G通信 我们看到都引发了最近科技连一波 接一波的上涨而这些板块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事件机会的风口的把握 如何对于事件进行把握 我相信是很多投资者非常头疼的问题 因为事件出来了 股价上去了 而我追高可能面临套脑 接下来我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讲座 我们都知道当利好事件出现之后 会出现一波上行 而上行之后进入停滞 停滞之后就出现两种结果了 一个是继续涨 还有一个是打回原型 所以我们在这里说 当第一波出现之后 停留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市场对其进行验证的过程 如果证实了继续涨 如果证伪了打回原型 所以这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往往很多投资者 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盲目的去进行自我主观性的判断 或者是道听途说 最最终呢追涨套脑 或者是踏空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板块 这个板块就是数字货币 怎么去看待 之前出现了上涨 然后出现震荡 这两天走出了三阳一阴 一阴的一个表现 在最近KD节又将金差 调整之后能否再次启动 关键看立法是否被证实 如果证实了 很确定继续上行 如果被证伪了下去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说对于这个板块 我们如何去解析 我们先来看一下 数字货币的利好消息不断 第一 这都是坐实的消息 4月17号央行确认 数字货币进入内测环节 5月份苏州又将发放 数字货币工资 逐步的商用在正式的落地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强调 就是从目前这样的一个结论上来说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 逐步被证实的一个环节 同时数字货币里面 也要存在政争与政委的过程 基于这个逻辑 我们今天给到的数字货币核心 受益股的名单 并不是所有的数字货币 而是基于三个逻辑 第一 它首先属于数字货币关键技术环节 第二 核心的技术提供商与金融巨头 深度的合作 第三 底部温和放量 主力资金持续介入 按照这三个逻辑最终综合出来的一份 这个结果 才能够被我们认为是这个板块 被证实之后 能够带动板块上行的核心的品种 所以今天这份数字货币核心的 受益股的名单在周五时间段送给大家 因为周末不开盘 也希望大家拿回去 好好的解读一下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并关注每日严选的公众号 关注之后 领取数字货币核心受益股的名单 好的主持人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下周一可以申购一支新股 是威奥股份 上市将会使用新的股票的代码号段 申购代码是707001 大家记得去申购一下 仓位的情况 以及我们今天的调查 AB的情况 选A的比较多 选A的有60% 看多比例比较高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在品种方面 选的比较多的 其实还是科技 达到了30% 然后5G是28 剩下的13是3 然后8 其他还有5 仓位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来去做一个了解 没有太大的变化 简单说一下几个数据 北向资金买的比较多的 你看就是刚才嘉宾看好的 就是白电 比如格力 美帝 当然还有茅台 然后再来看一下两融的情况 两融这两天真的是大幅回升 现在已经回升到了 10625亿了 整体还是情绪也在恢复 当然这之前有节假日的关系 来 两位说一下 下周在策略上的一些建议吧 策略上我觉得 就是大家拿好自己手中的股票 只要是行业前的方向对了的话 不要去做这种追涨的事情 也不要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就是自己手中的个股做好就可以了 就自己手上个股 如果一直不涨怎么办 就一直拿 那我觉得其实你只要行业选对的话 应该 走回货轮道 对的 它会有一个 就能配置 坚定持有 对 其实现在就是什么品种都可以 当然在风口上的意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数据数化 顺势而为拥抱成长 耐指数换 盗众数 远行业 看业绩 行业为刚 趋势为往 多段交流 投资大人 席剧一堂 众说纷纭 华山论剑 每个周一日晚七点 谈股论金 为您开启价值投资盛宴 本节目由十战派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 关天下 夺大事 激荡最强脑力 汇聚顶尖思想 一姐零小 与您共享智慧人生 本节目由青岛啤酒奥古特荣耀呈现 家中用宴需谨慎 使用炉灶需照看 欢迎收看由股票学习平台 九方志投独家冠名播出的 谈股论金节目 赵老师选策列挑股票就上九方 通知青岛大人